HELLO 大家好,我是KORA 今天要分享的話是有一個底妝 如果有興趣的話,再開下去吧 看看外觀 外觀的話是全白的 然後整體的話非常少一個很適合放在包包裡 完全不會佔空間 然後打開的話會有一個非常軟的海綿 還有鏡子 鏡子的話補妝超方便的 然後跟我們的水泥霜 小邊我剛剛已經偷偷試用了 剛剛碰到的話很像一塊濕潤的粉底液 有沒有看到它的濕潤感嗎? 就像是你碰到粉底液的感覺 我現在已經先上好服裝前保養囉 那直接開始上底妝 我自己個人習慣上底妝的話是用刷具上 它的粉塗很軟味會做使用 可能就是我出去補妝的時候 放在盒子裡會比較方便 但現在我只要用刷具上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看得出差別吧 這個是有上跟沒有上的差別 把另外一遍也補上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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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已經上好了 你不覺得它的光澤度很漂亮嗎 是那種比較屬於光澤的 但它的遮瑕能力的話 像我的黑眼圈比較重 可能還要再做另外遮瑕 那如果你想要淡妝這樣出門 你可以上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我已經化好我的妝了 我自己個人還蠻喜歡這個妝感的 就剛剛看到的那樣 我覺得它的校正膚色跟修飾效果我覺得還不錯 另外的話 我很喜歡它的光澤度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乾肌 我還蠻喜歡油性肌膚那種光澤度的感覺 我都會挑霜淚或是比較保濕的粉底 打到這樣子的妝感 那這塊水凝霜就有達到這個效果 我自己個人還蠻喜歡的 如果是乾性肌膚也喜歡光澤度的 你可以考慮入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右上角有留言的賣場評介 我們每週都會上新片 記得開啟小鈴鐺訂閱我們喔 掰掰